先提醒各位,我們下禮拜要考試 下禮拜要考到電漿製成 下禮拜是期中考週 所以期待考試 我們上週接受到電漿 而電漿講到的就是 最重要的三種非彈器碰撞 離子化碰撞 還有激發收集碰撞 跟奔鹼碰撞這三種 而這三種呢 的撞撞靠近電子在交流電場下 來回進行撞撞 而我們上班介紹到說 電子要發生撞撞 它需要從交流電場獲得能量 但是因為整個槍體 整個電量槍體是非常小的槍體 電子跑的距離很基本上不長 那它就會發生撞撞 可是如果今天電子在槍體裡面 太容易發生撞撞的話 它就很難離子化 它就很難發生離子化撞撞 因為它的能量不夠 那怎麼辦呢 就只好槍體要抽氣壓 把氣壓降低 那壓力率低呢 每代位鐵機的粒子數量會比較少 那它就可以比較少發生撞撞 進而累積能量 累積能量 但是如果你今天抽的氣壓太低 使得我的電子雖然可以獲得很高的能量 但是氣壓同時也降低了洪撞機率 當有洪撞機率降得太低的情況下 水果可能它更沒有發生到洪撞 就撞到槍體壁了 或者是直接來回沒有洪撞 怎麼辦呢 我們上禮拜介紹到加磁場 那電子在磁場內給一個磁場後 電子就會受到跟磁力線垂直方向不作命 基本上它就會螺旋運動 那電子進行螺旋運動呢 它可以在小的距離 小的距離裡面 假設一個槍體很小 可是我螺旋運動的話 我走的路徑就可以變比較長 那走的路徑變長呢 你同時也可以增加洪撞機率 使得如果在你低氣壓 或你的氣壓非常低的情況下 氣壓被努力 電子工業發生洪撞 肯定要在這麼小的槍裡面 讓它產生洪撞的話 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它螺旋運動 讓它的走路徑變長一點 既可以加速又有機會增加洪撞的機會 就是磁場洪撞 而磁場不只是有這個好處而已 磁場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在磁力線的作用下 電子是螺旋運動 而螺旋的軌道半徑 會跟這個帶電荷粒的質量跟電荷量有關 質量跟電荷量有關 換言之 產生出來電章裡面 產生出來的帶電粒 前面講過 電章裡面帶電粒 包含電子跟粒子 那這兩個都是帶電粒 帶電粒在市場的最後下 帶電粒在交流電子會移動 在市場作用下有螺旋運動 而你的市場不同 或者是這個帶電粒子的質量跟電荷的克制品不同 軌道會不同 那這個原理會用在粒子不值的時候 怎樣呢 假設今天有一堆氣體進來 我油力化 假設我今天有AB分子 AB的氣體分子 打進這個牆壁裡面 電子去封撞 產生 油力化碰撞 油力化碰撞 可能撞出什麼呢 可能撞出A磷子 也可能撞出B磷子 所以A磷子B磷子都可能產生在這邊講裡面 可是如果我自己想要抓A磷子出來怎麼辦呢 我就適合這個方法 我給他的市場 使得他會鎖定A磷子的赫磷子B 然後撞出這個軌道半徑 而只有符合這個軌道半徑的離子 可以離開這個牆壁 不符合這個軌道半徑的離子 沒辦法離開這個牆壁的話 你就可以單一的萃取出 很純的單一種類B磷子出來 舉例來講 今天 我有一個AB分子 是氣體的 然後呢 經過電子碰撞之後呢 可能會產生A磷子 可能也會產生什麼呢 B磷子 才會加上好幾個電子 可是有A磷子有B磷子之後呢 這個氣體裡面充滿這麼多氣質 那我要怎樣把AB磷子跟B磷子 獨立抽取出來 那藉由的就是這個磷場中立 今天這個槍底裡面 這個槍底 裡面有燕膠 同時有A磷子 也有B磷子 那你給他一個磷場 然後給他一個軌道 那這裡就會有所謂的軌道半徑 這裡就會有軌道半徑 然後呢 只有符合 你要知道 軌道半徑 你不同磷子裡的電荷跟質量 如果不同 當然他也會磷場有關 不同的磷場 他會挑選出不同的磷子裡 經過這個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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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半徑對他 就不是他的迴轉半徑 他就沒有辦法撈出來 他可能就撞出來 空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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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直接 塞尋掉 諸如此類的 這部分呢 會在這個磷子上 跟各位介紹 所以 迴轉半徑 跟赫磷 跟磷場 有關 當你迴轉半徑固定了之後呢 我可以選用不同磷場 來符合不同的赫磷 如果我今天選擇 A的赫磷 那我就要對應到 A的赫磷 A的赫磷場 讓他符合我 槍體的迴轉半徑 如果結果退到 B的 B的赫磷 我就要選另外一種磷場 那箱子要等於固定的 我的 槍體用的迴轉半徑 好 那至於波斯曼分布 它是描述什麼呢 在一個固定的槍體溫度下 固定的槍體溫度下 具有多少能量的片子 具有多少能量的離子 或者是說 例子在這個溫度範圍下 有多少比例是高能量 多少比例是低能量 它具有上符合熱力學所計算的 波斯曼分布 波斯曼分布只是告訴你 在穩定的狀態下 穩定的槍體裡面 當固定每一個溫度 會有每一個溫度的波斯曼分布 波斯曼分布描述的是 例子在高能量跟低能量 它出現的機率分布 所以波斯曼只是描述一個機率分布而已 所以 像你溫度越高 高能的力出現的機率就高了 溫度越低 高能的力出現的機率就高了 溫度越低 高能的力出現的機率做得比較低 而我上禮拜介紹過 電漿裡面呢 當電子收拾 被電子的加速 獲得動能 然後去跟氣質產生碰撞 撞出離子之後 電漿裡面帶一顆粒子 就同時有了電子跟離子 而電子質量很輕 離子質量很重 電子很輕 離子很重 所以電子一動速度很快 電子很容易產生一堆電子 然後又很輕 而它一動速度快 所以當撞出一堆電子的時候 電子就會大幅度很大量的產生 大量產生 並且會隨著交流電腦 又往上跑又往下跑 所以這個電子很容易怎樣呢 產生出來之後很容易 碰撞到你整個 整個裝電漿這個槍裡 就是一個反應的chamber 反應室 這個反應室的四周就很容易 附著很多的電子 因為電子很輕 又很會跑 所以很容易撞出來之後 隨著電子到處跑 到處跑的時候 你的槍體就會附滿了很多的負電荷 而負電荷的累積就會造成槍體的電位 是低電位 是比較低的電位 也就是怎樣呢 槍體的管閉 槍體的管閉 如果都是負電荷代表什麼呢 它會吸引正電荷過來 會排斥負電荷過來 那就相當於它其實是一個低的電位 低電位是會排電子吸正面二 所以變成怎樣呢 產生電漿 電漿裡面有很多電子 然後電子跑得很快 所以導致你的反應槍體 跟你的電競 就會冷擊電子在上面 或電子會撞擊到它 留在那邊 那這時候呢 電漿裡面的離子氣體 就變相對的高電位 就變相對的高電位 所以導致電漿本身 跟電子之間 出現一個電位差 出現這個電位差 這個電位差 稱之為翹層電位 稱之為翹層電位 好 然後 用這個視衣圖來看 當你的槍體裡面中間 到上下有電極板 然後中間有一堆氣體 然後呢 給它能量較為變成之後呢 它產生電漿 先會講過 電漿的一種工裝叫做 激發松弛工裝 會發光 會發光 所以電漿本身會發光 而電漿撞出來之後呢 電子很會跑 使得電子很容易附著 在電子上面 所以電子上面附著的 就是電子 它的電位就會比較低 它的電位就會比較低 好 所以在電漿的兩側 電漿的兩側 比較 我們稱之為暗區 為什麼叫暗區 因為電漿的發動動在中間 而這邊的電子主要 因為附著在牆裡了 所以電子需要少 電子需要少 它就比較不會去 就沒有意思去產生工裝 那電漿的密度就比較小 那就比較不會發光 所以就稱之為暗區 那大量電漿的地方就是量區 就是量區 就是量區 因為電漿會發光 電漿會有幾八重尺 對不對 風裝 那所以變成說 導致電漿的中 整個電漿體 跟電脊 或者是槍體壁之間 會產生一個電位差 會產生一個電位差 而這個電位差 就會造成什麼呢 造成電漿裡面的離子 離子 受到一個 這個電位差 就相當於是一個直流電位一樣 它就相當於一個直流電位差 所以離子 就會受到這個電位差的影響呢 被吸引到 去撞擊這個電解 它就會造成離子 被這個電位差的影響 去撞擊 被吸過來 去撞到這個 金屬板 就會產生所謂的離子空氣 因為電漿裡面 電漿是中性氣體 而靠近槍體壁 跟靠近電體裡面的負電荷 基本上都附在電體上面 就形成了一個電位差 這電位差就是 撞成電位 撞成電位差的各段 Rigid就稱之為IQ 稱之為IQ 因為那個地方就沒有承受 那個機發放鬆弛碰 因為電子水就少 電子少就沒有 比較不會發生 機發鬆弛碰 就不太會發光 所以這個撞成電位 就會把店家裡面的離子 給它一個電位差 讓它加速移動 造成離子空氣 所以如果今天我加一個試鏈 加一個sandphone 放在電子上面的話 這個離子就會空氣到 機能表面 那就可以做什麼呢 又做10顆 又有空氣的時候 這個空氣可以怎樣呢 可以把材料 從電位表面給離除掉 撞擊碰撞離除 那它就具有10顆的效果 所以 產生電漿的時候 你的槍體基本上 都會遭受到離子空氣 任何靠近電漿的材料 都會受到離子空氣 那離子空氣的話 它可能是個移除過程 因為撞到你的材料表面的時候 它就會將你表面的原子 可能給撞擊掉 就變成移除 將原子充銘的材料表面給移除掉 這本身就是個10顆製成 所以呢 離子空氣會講到10顆速率 還有選擇新增輪廓 這個在時刻的章節 就會講到 甚至如果你的電架 裡面 我們之前講過 還有一種風裝 叫分解風裝 分解風裝 會產生什麼呢 自由氣 那你這個自由氣 化學活性很高 如果現在你有細的自由氣 又有氧的自由氣 那它們就很容易 反應形成 二氧化氣的氧化物 那它就可以變成薄墨成氣 因為這個二氧化氣 如果是在你氧圓表面上反應 形成二氧化氣的話 你就會多一個二氧化氣的裹墨 在你的氧圓表面 可是在成績的過程中呢 不要忘了 同時還會有離子空氣 離子空氣 離子空氣是一直都存在 在產生電量的槍體 一定會存在離子空氣 只是你這個槍體 是用來時刻用還是裹墨用 都會遭受到這個額外的離子空氣 那我們講離子空氣的主要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空氣的時候的離子能量 一個是空氣的時候 離子的流量 就是單位時間內離子的數量 離子的數量 離子的能量跟離子的流量 流量其實就是每單位時間 流過多少的離子 離子的數量 這裡來也會講到離子空氣的程度 而離子的能量主要是來自於什麼 離子空氣的能量其實是來自於翹層的電位差 翹層電位電位差剛剛講過 是因為很愛跑的電子附著在槍體旁邊 而這個電位差能夠有多大呢 其實就看你產生出來的電子數量有多多 因為附著的附電盒越多 這個翹層電位差就會越大 所以 翹層電位差它平常到離子的能量 而翹層電位差它跟你 產生電漿的時候 撞出來的電子數量有多大 所以 影響到電子數量的東西 就會影響到你的能量 所以影響到數量的包 它怎麼了 功率的攻擊 反應器的壓力 就發生攻擊 然後就會發生攻擊 電漿之間 電擊之間的間距 跟你說是這麼輕 也就是怎樣呢 凡事跟產生碰 跟產生電漿所需要碰碰有關的 都會影響到撞出來的電子數量 那既然就會影響到翹層電位差 而就會影響到什麼 離子空氣的能量 那流量呢 流量跟電漿的密度有關 可是電漿的密度呢 其實又跟剛剛所講的 跟產生出來的電子數量也有關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 在我們現在講的電漿機制裡面 你的電子離子能量 與離子流量 根本沒有辦法 離子流量要大 那電漿密度就要高 電漿密度就要高 就要怎樣呢 就要具有高輪的電子數量多 並且碰撞也要夠多 才能夠碰撞得出來 而電子數量多 當然就會讓離子的呼氣能量 變得更大 因為翹層電位就會更大 因為電子數量多 它附著槍口的數量更多 電位差就會越大 所以你會看到 離子的能量跟流量 基本上他們是相依的 他們是相依的 也就是我們家屬設計 所介紹最基本的電漿產生機 平行版電容式的電漿產生機 離子的命度 離電漿的命度 跟電子的數量 基本上是相依的 是有 是相關的 沒有辦法獨立控制 而電子的數量又會 影響到翹層電位差 而翹層電位差 會影響到離子的能量 所以這兩個只能夠差 在這種基本的平行版電容 那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影響 影響與衝擊的是什麼呢 不要忘了 我們的外負的能量 是來自一個交流電 RF的交流變壓 RF的交流變壓 RF的交流變長 而交流電場如果跑太快 以前講過離子比較重 跑得比較慢 所以如果你的頻率太高 就不太影響到離子的運動 因為離子根本跟不上 可是如果你的頻率低一點的話 你的離子還是可以受到 這個交流電場的影響 緩慢移動 緩慢移動 所以在低一點的時候呢 你的射程的頻率 會影響到離子的能量 只要有一定低的話 你的離子就會受到 這個交流慢電場影響 那交流快電場就沒有用 用個人來預期感應 所以變化緩慢的交流電場 離子就有機會受到 電場的重力移動 進而得到動 因為它受到電場的重力而移動 就會產生速度 就會獲得額外的能量 所以在低一點的交流電場 可以給離子能量 所以講到這個電漿的過程當中 整個電漿裡面 對於離子可以產生 直流電壓的 其實就是什麼呢 電極到電漿之間的電位差 就是所謂的翹層電位 剛剛曾介紹翹層電位 翹層電位差就是從電極到電漿 中間這一段的電位差 就這麼拉 這個 這個翹層電位差說穿得起就是 電極的電位到電漿的電位 電漿電位到電漿電位 電漿電位到電漿電位之間的電位差 就是翹層電位差 所以它當然是由電極的電位 跟電漿的電位 電位的差異值所決定 就會決定離子的支流天壓 而電漿的電位永遠高於附近其他東西 是因為電漿一產生 電漿就會附著在電漿旁邊的牆裡面 電漿附著電位就會變低 就會導致什麼呢 電漿的電位相對來的就是比較高 電漿對來的比較高 然後呢 所以 電漿的電位在整個交流的周期裡面 都比階級的電位來的高 都比階級來的高 都比階級來的高 因為它是相對的高電位 因為槍體四周 基本上都會讓槍體階級 都會讓槍體階級 而槍體就是相對的低電位 它就會導致電漿電位相對來的就是高電位 相對來的就是高電位 因為我們直接要畫 整個電漿的設計是什麼 整個電漿的設計是 有平行版的 平行版電極 平行版電極 然後其中一個平行版電極接力 另外一個平行版電極呢 JRF-Power JRF-Power 而槍體四周跟電極都會附著電子 使得這裡的電位是低的 然後中間的電漿的電位是高的 是高電位 而電極的這裡是低電位 所以電漿的電位都有 電一電位來的高 所以大量的電漿跟電極之間 就會保持一個翹成電位差 就是翹成電位差 那這個電位差呢 就是我們現在講只有偏壓 就會讓你一致 因為這電位差 或者能量轟擊你的 或者轟擊你的電極 或者轟擊你的槍體 因為你的槍體是低電位 而這轟擊的能量 就取決於這個直流電壓 也就是這個電壓電位差 電位差越大 一直轟擊的能量就會越大 所以這就是一個適應 兩個平行版 兩個指數版 一個是接力 一個接RF 然後呢 電漿就在中間 而電漿的電位在中間 兩側的電位是低的 就造成中間電位高 兩側的電位是低的 那這裡如果當D的話 它這裡就是高電壓 就會高電壓 然後呢 這個地方是接RF 它就知道 這個電位會上下上下 上下上下 所以你一直轟擊的時候 會轟擊這邊 你會轟擊這邊 可是當這裡的電位 才高的時候 就不會轟擊這邊 這邊電位壓力的時候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 因為這裡都在變化 而它如果跟不上 這裡的速度的話 它主要還是轟擊 接力電位 最主要還是去轟擊 接力電位 更多的電漿 產生更多的電漿 也代表什麼呢 你產生了很多的電子出來了 產生很多的電子出來 可能就會造成怎樣呢 更多的電子 可以附出在槍體標測 你的電位差就可以 差更大 所以 射平能量增加的時候 電漿的電位 跟自由偏壓力 也會增加 你就是電漿越濃 你的翹身電位差 可以就越大 就可以會越大 就可以會越大 所以電漿的電位 也會受到這個RF 跟龍力影響 壓力跟電子 說穿了電漿電位 就像到電位差 可是產生出來的電子 就代表什麼呢 它也發生離子化孤狀 因為離子化孤狀 才會造成新的電子突然 就代表你這裡的離子數量 就會運動 所以變成離子的數量 跟電位差 目前看起來 能夠增加離子數量的東西 它就會增加電子數量 會增加電子數量的東西 它就會增加電位差 目前看起來是這類的 好 所以你會看到 功率會影響到電量力度 進而影響到什麼呢 離子的能量 當然它影響到什麼呢 離子的流量 因為是數量 跟數量之外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獨立的 在同樣的力度之下 想辦法讓電位差 變得更大呢 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呢 當我固定RF號之後 我產生出來的電量力度固定了 我的電子數量就會固定了 可是呢 電池又來了 我要講 讓電極的電壓 越來越負呢 你要讓電位更負 就代表什麼呢 你裡面的電子密度 要更多才行 可是電子密度 是由什麼來計算呢 電子密度當然是由 你的 你的槍體 或是你電極的面積 然後呢 看上面有多少的電子索壓 也就是電子數量 除以電子的面積 就是電子密度嘛 電子的密度越高了 就越低電位了 那如果今天我的電子數量一樣 我要只要提到電子密度 就是將我的電子 縮小 就是將我的電子 縮小 我電子縮小 一樣多的電子 集中在小電子的電子 那只要把我小電子的電子 裡面的密度就會變大 那我的電位就會變得很富 就會變得很富 所以呢 基本上要是怎樣才可以增加 你的指數平安 縮小面積 你的面積越小 我是因為我收到的電子數量 如果一樣多的話 我面積越小 我單位面積的電子數量就會變弱 那這樣的話我的電量就會更低 而 電位差跟面積是呈四次方反比的關係 是跟四次方反比的關係 所以 面積只要變成原來的二分之一 那你的電位差會變成十六倍 很恐怖 所以變成怎樣呢 如果你接你壓很強的離子轟擊 被轟擊的那個地方 那個電子的面積就會做得比較小 因為它就要增加指數偏壓 所以一般如果你的電量產生出來 也是用作石刻的話 用作離子轟擊來移取材料的話 也就是用在石刻上的話 電子通常會不對稱 離子轟擊的那個電子 也就是下電子 或者是接力電子 就會做的面積比較小 因為面積越小 它的負電位就會越負 那它的轟擊的能量就會越強 所以你會看到 原本如果是 如果今天你的電漿 今天假設你的電漿裡面的支流偏壓是V1 所謂一般就是電漿到電極之間 電位差是V1 而其中呢 電漿電位 是V2 3 對齁 這在寫什麼 V2是電漿的電位 什麼叫做電漿接力 電漿沒辦法接力啊 拿到電漿 風格 好 DUV在支撐 好不管它 你只要知道什麼呢 電位差會影響到離子空間 而電位差要大 電位差要大的話 你就是將電子做的不對稱 越小的電子 它可以說它的電子密度就會比較高 電子密度越高 電位就會越浮 那它的直流平安就會越大 就會產生越高的能量離子空間 那這個的話 會用在10顆製程上面 所以如果你今天電量產生 因為你做10顆的話 你的10顆反應式的槍 你的電子就是會不對稱 就是會不對稱 那一般的電子 如果電子是3比1 直流偏壓V1 直流偏壓V1 直偏壓V1 先進度 這什麼東西啊 直流偏壓 直偏壓 怎麼說拖烤前面 不要出的東西 只能拿出來 先進來都只有講 偏壓 自电压是电极萨索新生的负电压 这代表什么呢 电极上的负偏压叫负偏压 电极的偏压叫V1 自偏压就是在较小电极上所形成的负偏压 所以自偏压是个负的数字 自偏压是个负的数字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电极面积是对盛的 你没有额外的自偏压 你是额没有额外的负偏压的话 你的电位差 因为一般电你就直接接零负了嘛 那再帮你的总电位差就是V1 而你今天如果电极变了 变得更负有了自偏压V2 那总电位差就是V1-V2 所以这里是电极变得更负的 就直接什么呢 直接是 V2就直接是自偏压 或者是说什么呢 V2就是自偏压 就请你讲是自偏压 这样就是V1 为什么要写成这样 好这里方不用理他 我们重要的是观念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就可以了 这些名词的定义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什么呢 你要知道 直流压压的来源是什么 是来源来自于电极里面的 比较轻的电子 附着在墙里 或是附着在电子所造成的 电位调体的低电位 那跟电极里面的电位相比较高的 这样就产生一个直流压压 而这只有偏压可以借由电子的数量越多 造成的电子密度越高越利益 可是你要造成电子密度越高 没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打更多的电量出来 更多的电量出来就产生更多的电子 产生更多的电子 你就可以这样呢 让你的电子密度更高 让这样化你的质量就会越大 那另外一种就是怎样呢 在电将不改变的情况下 你可以让你的电极变小 电极变小 同样的电子数量 它负责在越小的电极 那你的电子密度就会变得高 那你的直流压压力会变得更大 主要是这个关键比较重要的 好 那电极变半老体的作用 有几下几电 好 第一个 离子轰起 离子轰起可以用在薄墨沉积 也可以用在10颗 也可以用来什么呢 控制复活音频 好 这个你帮回到这边啦 讲完电极之后 我们现在要讲电极的用途了 电极的用途源自于电极的三种工装 电极的第一种工装是离子化 离子化的目的是怎样呢 产生离子 而且在离子化的过程中除了产生离子 并且还会怎样呢 还会形成直流电压 这前面讲过嘛 你产生电极之后产生很多离子 只有产生很多电子 产生很多电子就会产生 所谓的直流电压 就会翘成电位 所以呢 就会产生什么呢 就会有出现什么呢 出现离子轰起 就会产生离子轰起 产生离子有什么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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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个 第1个用途是什么呢 薄膜沉积 薄膜沉积 这个沉积呢 用在哪里呢 就所谓的剑朵 Sparkery 称之为 剑度 什么叫做 剑度呢 剑度可以给大家 我们今天放一个东西 这是上电阶 假设接了RF 然后呢 这是下电阶 接地 这是下电阶 我们前面讲过 你产生电阶之后 会发生所谓的离子轰起 离子会轰起 因为会有股脂贫压 产生轰起 假设我记得你的气质是一样轰 它是多轻轻 然后呢 原子虚又很大 它又很大的 所以在轰起的时候呢 很容易把下电阶表面的材料给撞起出来 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把一个你想要铺的薄膜 它的霸材 它的材料 比如说 我今天把一个 我今天这里 假设我放一个 放一个材 我今天把一个金属钛放在这边 好了 我电家里面的 假设我电家里面是通压器 那它就会撞出压的离子 压的离子受到脂油 它会产生什么呢 离子风景 离子风景 就会把这个钛 从表面里面撞起出来 把很多的钛原子撞出来 钛原子撞出来 然后这钛原子呢 撞出来之后呢 我今天这个地方 可能在这里 也可能在另外一边 我把我的金圆 Wafer 放在这里 那为什么表面朝下 为什么表面朝下 我把我的钛原子 撞出来 撞出来 把他撞出来之后呢 这钛原子就在这种环境下 撞出这个果木粒子之后呢 它就会黏在金人表面上 那渐渐的 我微粉表面 就会澄清成 钛原金属成 也就是我想要将这个材料 将材料本身 从材料本身移除 然后呢 附着在哪里 附着在金人表面 这个过程就称之为 见度 为什么叫这个箭 我不是很清楚 感觉是怎样 东西丢下去 原子被 建设出来 然后就好像你拿一个球 丢到水里 丢掉一个 那个小水 小水是否刀 然后水被建出来一样 离子撞进到太表面之后 太原子就会被 建设出来 建设出来之后呢 狗到旁边的 墙椅 或者是电梯 然后电梯上面 那如果放清源的话 这些原子 就 就会附着到气温标面 那这些原子 就会附着一个 一个 太原的基础层出来 这个就称之为 建渡 好 那这个基础层的材料 这个材料 就称之为 把柴 因为它就变成 某离子的标板 或者是离子 叫把这个把 叫大枪一样 这个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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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把的材料 是作为把材 好 所以 很多金属活摸 都是使用建筑在 沉积的 都是使用建筑在沉积的 大部分的金属活摸 都是使用建筑沉积的 就是用磷子轰积去轰积 快材金属 然后把金属原子 从快材金属轰积出来 轰积出来之后 去沉积到 晶圆表面上来 黏在上面 这个就叫做轰积 第二个 如果今天 这个叫建筑 建筑是找一个过程 今天过程 用途是什么呢 用途是十颗 怎样叫十颗呢 很简单 如果今天我放的不是大材 而是金圆呢 我如果今天就直接把威魂放在这边 那它就直接是怎样呢 直接我轰积 我威魂最表面的材料 而我最表面的材料被轰积 被打掉了 被打掉了 那就是十颗 原本我的金圆表面 锡金圆 表面上面也录有阿塞 而我今天阿满下来轰 轰积之后呢 我的SIO的分子就跑掉了 轰积下来 SIO的分子就跑掉了 所以我最后呢 可能轰积到所有的八材 全部都被移除了 你只留下黑客 那这一样就是十颗 十颗 那以刚刚的建筑来讲 所谓建筑型就是十颗八材 只是将八材被十颗的材料 移到哪里呢 建设到威魂表面 所以在威魂表面叫成绩 被八材叫十颗 可是如果今天我把威魂放在下面的部分 那就变成威魂表面被十颗 所以它变成威魂表面就是十颗 那还有第三个用户是什么呢 薄膜异地控制 这个薄膜异地控制是这样子 那要先讲其他的效果 嗯 还有什么效果呢 不要忘了 它有利电动状 叫做分解动状 分解动状的目的是什么 产生自由器 产生自由器 产生自由器的目的是干嘛呢 产生自由器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 用做十颗 第二个 用做什么呢 用做薄膜成绩 那就要看你自由器的东西是什么 一样平行板 一边接RF 一边接D 下电机 我威魂放在这边 如果今天我的电架 产生的自由器 产生的自由器 假设我今天产生的自由器是 我里面通SiH4 又通N2O 这两个器 那我就可能会产生什么自由器呢 我就可能会产生 C的自由器 跟DR的自由器 而产生这两个自由器呢 如果在新晶圆表面 它不就会发生化学反应 就会变成什么呢 就会变成一层SiO2波目 那这就是动作抹墨成绩 自由器 化学反应 形成固体抹墨 这就是成绩 那什么时候是10颗呢 如果是10颗的话 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如果我晶圆表面已经有SiO2 假设我晶圆表面有SiO2 而我的电架所使用的气体 如果是佛的话 F2 然后呢 金油电架产生佛的自由器 佛的自由器 就会跟SiO2 产生化学反应 什么化学反应呢 SiO2加上佛 就会变成什么 SiO2加上佛 要十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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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你磨磨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因为腐磨产生的化学反应 是气态的强物 那就是SiO2 所以自由器的特色是什么 化学活性很强 但是它用化学活性 你要看你的化学反应是用来 成绩还是SiO2 如果今天你的化学反应 形成的产物是固体的 那就会形成裸木 那就是成绩 那如果你的化学反应的副产物 你的产物是气体的话 那就是挥发 那就是一种移除自成 那就是SiO2 所以你会看到 分解通装产生的自由器 它可以用在十颗一笔 又在成绩 那接着来了 如果是用在成绩的话 刚刚讲过 如果是用在成绩的话 又要再混合了 如果今天是用在成绩 也就是说这里面是 SiO2 跟SiO2 然后呢 产生SiO2 都在这里 因为有SiO2 有SiO2 有SiO2 可是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产生是来自于SiO2 对不对 但不要忘了 前面讲 当你发生电交的时候呢 会有所谓的离子轰击 而离子轰击 它会破坏你的间接嘛 因为它轰击 轰大力 它会轰碎的 所以离子轰击如果能量强的话 它又会这样的 綁合莫尼群 那如果离子轰击弱一点的话 它会把你的结构给破坏 所以变成怎样呢 即使你是SiO这种 产生SiO2的莫莫成绩 你基本上才会受到 基本的离子轰击 而这离子轰击的程度 会用到什么 就好像融面团 在融面团的时候 你是要垂打它 如果说你垂打得很大力 就断掉 如果垂打得比较轻的话 它会越来越这样的 它可能会被打 它就断掉 可能会越来越松 可是越来越松 如果产生很多断片的时候 后面的自由就可以反映 你就会越来越紧实 越来越紧实 所以 薄莫成这个过程中 这个离子轰击的程度 是强还是弱 它可以用来改变什么呢 这层薄莫的密度 它的原子密度会太明亮 如果你不怎么轰击它 它就是很受散 来我就反映它 然后就反映 就反映成活摸 可是如果我有空气的话 我会把你打得更致命一点 或者可以说 我把密度分散 打断了 打断了 比较松散的地方 武力打断了 武力打断的地方呢 又很容易发生化肥反应 那它变得越来越 并不会越高 而密度越来越高 当你从枪笔的温度 降到四分的情况下 它们的收缩力就会不同 原子密度越高了 它就越容易屏脏 那这个我就称作为薄墨的引力 所以回到这边来 所以离子轰击 不只是可以用来建筑 用来食客 还可以用来什么呢 薄墨硬力的通知 这指的是 你电江里面的自由基 在做沉积的过程中 离子轰击 还可以控制薄墨的原子密度 而它的原子密度 就会影响到 薄墨的膨胀系数 热膨胀系数 就会改变 而自由基呢 刚刚讲过 自由基可以用在什么呢 可以用在沉积 也可以用在石科 如果今天 你的化学反应 产生的副产物是副体的话 那它就是沉积 是气体的话 就是石科 而自由基 是可以在比较低的环境 温度环境下 产生比较高的化学反应 那还有最后一个工庄 是什么呢 激发生殖工庄 激发生殖工庄 那后一个工庄 是什么呢 再回到这边 第三个 Exitation 是 relaxation的工庄 激发生殖工庄 激发生殖工庄 主要是发光 到底是发什么光呢 是电浆里面会发光 电浆里面会发光 那电浆里面发光 它到底可以拿来干嘛呢 首先第一个优点是什么 它发出来的光 可以让你判断电浆里面有什么成分 因为不同的成分 因为不同的成分 它发出来的光 的频率会不一样 不同材料原子的 里面的电子能阶不同 电子能阶不同 电子要生出来 总发射出来的光会不同 所以 发光主要是用来判断 电浆里面的成分 那知道电浆里面的成分 它有什么用处 用处很大 用处用在哪里呢 主要用在石颗 主要用在石颗 我们刚刚讲过 所谓的石颗 有几种 一种就是这样呢 直接磷子弘弃 直接阿甘菌磷子弘弃 这是一种石颗 对不对 它一种石颗是什么呢 直接给它会产生气质的化学反应物 比如说佛 佛区跟它 微离头跟它反应 也会产生气态的东西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就来了 它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今天我有的是阿甘 我去打SR2 我是SR2被轰击出来了 被轰击出来了 那 那照理说 我在探计的发光的时候 原本只有阿甘的时候 我受棒的发光 只可以看到到阿甘的光度 可是当我SR2被轰击出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到谁 我就可以看到SR2的光度了 对不对 那假设我的SR2都被弃光了 当SR2都吃光之后 这时候再厨击会轰击到谁 就轰击到细了 对不对 那你看到的是谁 细的光度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借你 判断 SR2的光度 这个发光可以用它当做什么呢 当做石科中变 就是来判断石科完成了 没有 而它这个石科中变 弄的原理是什么 它就是要看 你想要石科这层材料 这层材料的副产物 要石科这层材料 才产生的副产物 到底还有没有持续发生 只要持续发生 然后就代表这部副产物还在 还是有相关的副产物产出 我就继续试科 可是一旦副产物消失了 那就代表什么呢 这只默默金没了 因为你就没有办法 把它产出同样的副产物了 或是你力气中的副产物 比如说我碰撞交叉要撞出SR2 可是突然发现我撞出来 我已经撞出SR2 我SR2的讯号已经没有了 那我可以判断 吃干净了 石科可以停了 不要我自己吃下去了 不要我自己吃下去了 那如果是用佛的话呢 我就会产生什么呢 我会产生SRIF4 跟产生O 这时候你要用SR2判断 要用O 因为你是SRIF4的话 你SRIF2全部吃掉 你会尽力吃一点细 那还是会产生SRIF4 也就是说SRIF4的讯号 一直都会有 不管是吃SRIF2跟吃C 都会有 你用它来判断就不准 你要用什么来判断 你要用SRIF2 你要用O2来判断 你要用O2来判断 一旦O2的复材物没有了 你就要判断说 啊 石科终点到 所以你要抓错讯号 你抓错讯号 你就有预判 也就是说 当我今天石科 我是B材料上面有A材料 我今天想要石科是A材料 我就要去找A材料独有的复材物 它的功夫就是用来判断 石科终点到的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会看到 电讲很多功能啊 它可以产生离子 可以产生自由基 还可以发光 而离子可以干嘛 离子可以用来判断 风情可以用来做 离子不止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餐长 可以用在餐长 离子可以用在 活过的成绩石科跟 餐长 还有活过的硬名同志 而自由基呢 可以用作石科也可以用作成绩 而发光呢 发光九号部 就是可以判断 电讲具里面有什么材料 而这个呢 其实可以用来 应用在石科终点上面 好 我们这地方休息一下 下个月要来 电讲具有多多重要 电讲具这三种东西 广泛的应用在各大 martial里面 很多制程 大部分制程都会用到 所以大家看到 不莫成绩要用到它 不莫时刻也要用到它 餐长也用到它 那我们前面讲过 有半导体界界的 四大martial有什么 有diffusion 有etching 有sinfine 有restography sinfine 跟电讲具有关系 我莫的成绩 大家有吗 etching 跟电讲具有关系 有吗 diffusion 離子不值 也会用到 所以你会看到 三大martial 都跟电讲具有关系 甚至连 什么呢 restography 都有关系 为什么 前面讲过 我们在上个章节 才讲过围影 围影 围影里面很重要的 一个材料叫做 光组 大家还记得吗 Potorresing光组 而光组去除的时候 你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吗 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你使用液态材料的话 用溶液的话 你可以用硫酸 STM 硫酸加酸 但它的缺点是什么 如果你里面有金属的话 他也会想到 因为硫酸会适合金属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丙通 但是丙通是有机物 丙通是有机物 有机物通常 不会出现在前段之前 因为有机物 它容易有规划 它如果跟酸鹼混合 会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所以在前段办法比资产 不太会使用 引股这种东西 那既然如此 那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去光组 前面讲过 光组是长链状的聚合物 里面有很多的碳氢线结 有没有 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好好去光组 养电价 养电价 会产生出养的自由基 养的自由基 对碳而言 会产生CO2的气体 对于轻而言 它会产生的OH或是H2O会发掉 所以 光组去除 现在在半岛的世界面 光组去除最新使用的方法 养电价 养电价 所以这样一讲完 你就会发生到这件事情 四大马九 全部都会用到电价 没有电价就要去死 要讲太多 没有电价就要靠北靠路 所以电价很重要 不要轻敷了电价 好 好 谢谢